大家好我是小便KIMI 今天想要來分享一款天然的驅蚊DIY配方 那我們這次分享的話是用一個植物油搭配一個精油的做法 那我們選用的話呢材料就是用苦戀油 我們的同仁就是有分享苦戀油對於驅蚊的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好 對那我們因此就是想來推出這樣的配方 然後如果家裡有一些小朋友啊他可能不太適用有一些薄荷的成分 你想要避開的話你就可以選用這一款的配方來操作看看啦 那我們直接教大家做 那我們這邊是用甜性人油 那再來我們會搭配部分的苦戀油 最後呢就是搭配聞起來沒有像香茅味道那麼可怕的檸檬草的精油 可能也會有人說那為什麼不可以直接全部都用苦戀油 因為苦戀油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濃郁 如果直接塗可能真的會比較覺得啊 一直很濃郁的味道可能有些人會不太舒服 對那我們就直接操作苦戀油的驅蚊滾珠瓶 那苦戀油先跟甜性人油混合 不同的植物油它的特性都會有不太相同 雖然說都是油但是有時候香濃性的話還是要實際去混合 才能夠想清楚 那我們就是先攪拌均勻 它的味道其實真的會一種 我真的是一時想不起來它是什麼食物的味道 因為我覺得真的很像一個食物的味道 然後檸檬草精油混合 這樣就是一個驅蚊效果加倍 攪拌均勻之後我們就直接裝瓶囉 我們選用滾珠瓶 OK 裝瓶這樣就完成啦 想要來跟大家分享一款清爽版的 那因為上次呢 因為是用全部都是用天然的基底油植物油去做的 那可能有些人會覺得就是夏季他想要塗稍微觸感 想要清爽一點的話 可以怎麼做呢 所以我們清爽的基底呢 我們這次選用的話就是這個植物性的細菱 相比之前用一般植物油的話就會比較清爽的感觸 剩下的材料基本上就是相同的 我們就是會用到苦戀油跟我們的檸檬草的精油 那我們一樣很簡單直接全部混合 攪拌均勻就可以沖田啦 我們直接操作起來吧 攪拌均勻 這一款是很簡單的 曲紋配方 好 攪拌均勻之後我們就來添蔥就可以啦 那我們選用就是用滾珠瓶來裝田 這樣就完成啦 那因為我們苦戀油的話是天然的植物提煉 他可能就是會這樣看起來有一些選服在裡面 真的都是正常的現象喔 太好了完美啊 對啊 謝謝 Oy